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欧宏恋日前访问洛杉矶 且受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邀请 以台湾外交修兵为题 对与会贵宾们进行专题演讲 会中他肯定签订ECFA之余 更预测未来将可催化台美之间的提法协议 有这个荣幸请到我们前外交部长欧宏恋先生 来到洛杉矶的乔校中心 帮各位解析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修兵政策 他刚好有这个机会来到洛杉矶 然后我们加州台湾同乡会跟所有的桥团 有这个荣幸能够邀请到他 美方当然是有意愿要来给我们签 所以这个 但是因为这个特殊关系 我们使用的这个名称是TIFA 因为这个美国经济太庞大 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太密切 所以需要谈的事情是非常的多 所以进度比较慢一点 回顾正义多时的外交修兵政策 尽管今日看来已酝酿出美好局势 然而欧宏恋仍不忘亲自说明 当初应该强调两岸外交修兵 才能清楚传达外交修兵的真正含义 另外台湾对美的军购政策 不仅需要且有采购意愿 我个人提出外交修兵的话 跟对岸也没有碰触过 因为我没有管道沟通 所以没有什么阴谋可言 只是我单方面认为应该修兵 然后我是透过媒体公开喊话的方式 倡议外交修兵 那么对岸他的回应就用行动来回应 我们要采购武器的话 主要对象一定是美国 因为美国跟我们这样友好的关系 而且他的武器也是最先进的 所以我们向美国采购武器的政策 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美方的考量 我想这个也是不是一定会把中方的顾虑考量进去 我想这个要看他跟中方之间互动 这个利益的情况 那么我们是这个很清楚的让美方知道 我们需要而且有意愿采购 由站在第一线的台湾外交人员们 会顾外交修兵政策 除了高兴盼道开花的一天 更期盼是经济议题之后 还能逐步在政治上出现更多共识 我个人的一些观察 应该是有开花 看到它开花的这一部分 那以后的发展能不能够结成更好的果实 然后更有赖于两岸的这些高层的人士 两岸能够进展到这个地步 可以说两岸关系的进展速度是相当的快 那么军事这个领域的层级的话 那是最我相信是最火的 从经贸到政治不代战军事 记者叶洪志洛杉矶采访报道